什么 魏无羡抬眼看他 反应过来后到情解医术很不错 若不是我 他会帮我治好的 等你的伤复原蓝忘记还是这句话 魏无羡 房间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足有一盏茶的时间 魏无羡组织好语言正要再劝 温情就端着药碗进来了 递给魏无羡 哼 看着眼前碗里黑乎乎的汤药 魏无羡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我能不能 不能温情干脆地打断他 魏无羡无奈 温情进来的真是时候 若他这时候不喝 蓝忘记肯定就更不愿意走了 他皱着眉 强忍着苦涩 把药给喝完了 脸色十分难看 温情收了碗 念无表情地走了 这要实在太苦了 魏无羡皱着眉想下床去喝杯水 面前突然伸过来一只手 指节修长 掌心白净细腻 上面躺着一粒圆滚滚的糖链 这要实在太苦了 魏无羡皱着眉想下床去喝杯水 面前突然伸过来一只手 指节修长 掌心白净细腻 上面躺着一粒圆滚滚的糖链 糖链表面裹了一层亮晶晶的糖霜 看起来极为诱人 他嘴里正苦 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 可最后还是转开了视线 没有接 蓝湛 你走吧 修长的指节微全 掌心的糖果跟着轻轻晃动了一下 蓝旺鸡垂下眼睫 近乎固执地重复了一遍之前的话 等你的伤复员 魏无羡无奈叹气 我都说了 我的伤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 魏英蓝旺鸡蹲下身 单膝抵在床边的脚踏上 微微仰头看着魏无羡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等你等你伤好了 我就离开好不好 魏无羡坐在床上 正正地看着面前的人 他觉得自己一定不是疯了 就是眼花了 竟从这双一向清冷淡漠的眸子中 看出了些微的恳求之色 这可是蓝旺鸡啊 是那个对他来说 永远渴望可念 却不可及的蓝旺鸡 见他不语 蓝旺鸡带着些忐忑 将掌心里的糖果 重新拖到他面前 缓缓道 我保证 绝不食言 魏无羡低下头 看着那颗糖 过了很久 才慢慢地抬起了手 指尖 从蓝旺鸡的掌心擦过 把那颗糖放进了嘴里 的确很甜 两日后 魏无羡脸上的伤口 在药物的作用下 重新打开了 这个过程很难熬 疼痛也丝毫不亚于 当日受伤的时候 可只有让里面的血肉 重新愈合 再服以疏痕的药物 伤口才能有望复原如初 以前 温情给治伤时 魏无羡 总是因为太疼 想方设法地 把脸上的药给弄下来 可这次不但乖乖配合 连疼都没有喊一声 见温情 神色怪异地盯着自己 魏无羡忍不住 开口道 情姐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药图完 温情从桌上拿了纱布过来 哼道 我在想蓝忘机到底说了什么 让你变得这么听话 魏无羡愕然 温情继续道 往日让你喝药比登天还难 可这两日他拿过来的药 你都毫不犹豫地干了 温情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难道是因为他是你的 绝无此事 魏无羡瞬间炸了毛 又被温情一把按了回去 别动 魏无羡辩解道 我写了和黎叔 他已经不是我的 我的 这两个字 他如今实在没法说出口 再说 他乖乖吃药 只是为了伤口早日康复 让蓝忘机离开 温情却不以为然 族仆可除名了 还有 你难道不知和黎叔 是要在双方长辈见证下 签字盖印才能作孝的 他那天可是亲口承认了是你的夫君 魏无羡一愣 他以为写了和黎叔 就算彻底断了 关系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规矩 那他跟蓝忘机现在还是伏伏 还有 温情说 蓝忘机曾亲口承认过是他的夫君 那他 就在这时 蓝忘机端着药碗从外面进来了 魏无羡下意识地抬眼看去 不等视线相撞又不自在地别开了 见温情已经包扎好了 蓝忘机便把温好的药碗递了过去 魏无羡心里有些别扭 可还是接过来喝了 喝到一半 突然想起来温情刚才说的话 又把药碗放了回去 蓝忘机轻声问道 怎么了 是不是烫了 魏无羡摇头 苦 不想喝 温情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 闻言 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蓝忘机拿出一颗糖 吃了就不苦了 魏无羡低下头 不吃 蓝忘机在一旁坐下 看着人有些担心地问道 可是又不是 魏无羡低头不语 蓝忘机只好看向温情 温情拿着东西起身 对着魏无羡道 伤口服了生鸡粉 后面可能会痒 不能抓 明日我来换药走之前又补了一句 是看着蓝忘机说的 可能怕苦 撒娇吧 魏无羡瞬间识话 现在是喝也不是 不喝也不是 喝了就是听话 不喝就是撒娇 温情走了 屋里剩下两个人 蓝忘机伸手试了试药碗的温度 柔声哄道 阿苑在庭院里玩兔子 你想不想去看看 那天 魏无羡曾答应第二天带温苑去买兔子 可温情说她的伤口不能见风 所以最后是蓝忘机带着去买的 一黑一白 像两团浑圆肥瘦的面球 很是可爱 今日无风 天气也好 喝完 我们一起去看好不好 魏无羡现在是有口难言 心里纠结得不行 他要怎么跟蓝忘机解释 他不喝药只是因为温情之前的话而不是撒娇 药汤的温度本就是蓝忘机提前温好的 刚能入口 晾了这一会儿已经凉了 魏无羡还是不说话 他只得端着药碗重新去热 蓝忘机端着药碗一言不发地走了 过了很久都没有回来 魏无羡突然反应过来 他刚才为何要纠结怎么跟蓝忘机解释 人家也许根本就不需要的好不好 他留在这也只是因为内心的一点愧疚 等自己脸上的伤好就会离开的 他这样想着 嘴角不由地露出一丝苦笑 是他想太多了 可很快 这丝苦笑就转变成了一个机不可见的弧度 蓝忘机重新端了药碗回来 还带了两串鲜红玉滴的糖葫芦 魏无羡的眼睛有些亮了 蓝忘机把药碗和糖葫芦一起放到他面前 轻声问 想先吃哪个 魏无羡抿了抿唇 暗暗盯了一眼糖葫芦 蓝忘机之意 拿起一串递了过去 魏无羡终是没抵过诱惑接过来咬了一口 薄薄的糖衣咬下去脆脆的 带着蜂蜜的清香在嘴里蔓延开 山楂的果肉软软的 酸和甜在嘴里混合在一起 如此的恰如其分 蓝忘机适时地把药碗递过来 魏无羡嘴里酸酸甜甜的 顺手就接过来喝了 还味觉出苦 就被留在口中的酸甜中和了 蓝忘机收了药碗 问 要不要出去 魏无羡又咬了一颗 有些含糊道 你给阿院也买了吗 可不能给他吃太多 蓝忘机抿了下唇 道 不是买的 不是买的那是怎么来的 忽然 魏无羡吃东西的动作一顿 他没有说话 将嘴里的东西咽下 才指着盘子里的另一串糖葫芦道 那把这串给阿院吃吧 蓝忘机汗手 酸甜的口感在口中蔓延 奇怪的是 吃着如此之甜 魏无羡的心却涌上了一股酸涩 从他记事起 父母就没了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人会在吃药的时候哄过他 更别提亲手给他做糖吃了 让他吃药 你不都吃饭了吗 我你还是要吃药 那一股酸涂 可以 round 我的手 我真的 chois得 把这股酸液 感谢观看